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7年台湾世界杯发型、美容、美睫、美甲、纹绣比赛 14日上午在建国科技大学举办 这项比赛集合各路英雄好汉 在时尚殿堂较劲顶尖手艺 不但为彰化线增添美丽光彩 更促进美容美法产业的发展 这些各国的选手来这里比赛 对我们美法的业界技艺的提升帮助不少 那我们也知道追求美是我们美人的目标 那追求美也是对个人的一个肯定以及自信 我们的比赛能够架过一个公平公正的一个舞台 让我们全国的精英奇迹一台 我们来国际接轨 以世界同步 希望我们明年会更好 一年一度的造型大赛 参赛者不仅表现自己的技术及创意 同时让学生有观摩学习的机会 了解产业发展趋势是美容产业的一大盛势 我想这个对年轻的选手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相互光摩的一个机会 虽然说每一位选手都是个宗好手万宗嫌一 但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我想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选举机会 对于每一个学校的老师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充光摩的机会 我希望我们的美容产业能够成为世界的中心点 成为世界的重镇 张化县政府持续努力透过高中职五专及大专院校培育人才 产学合作时毕业生学有所用 造就众多专业人才 业界在地取材 创造 劳资 和谐双赢 公益频道林俊明 张化 采访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